新竹有个陈先生 他去年五月透过交友软体 认识了女网友叫小玲 然后两个人第一次相约见面 就发生了性关系 但对方的攻势实在太猛烈 甚至于主动付清房间的钱 让这个男生吓了一大跳 回家马上把他封锁他的line 那结果却哀告性侵 这性侵最很重 然后陈先生到案的时候否认他性侵 他说当天两个人真的有发生性关系 只是女方从付钱到开房间 到真的上床 表现得太过熟悉整个流程了 感觉性经验非常丰富 他刺一条 回家以后就把女方的line封锁了 他真的没有想到 女生竟然来告他性侵 这个刘律师这个是怎样 其实这种事情也蛮常发生的 很多的男女生可能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 后来自己觉得感觉不太好 事后觉得不太好 例如说我们讲叫社后不理 就是后面的态度不好 然后就来高兴 女生这样很不爽 对会有遇过这种 例如说女生可能觉得男生后来不理他 是不是在那个过程男生觉得看到他身材不好 让他没尊严 对就觉得不好 所以后面不理他 女生就觉得心里不甘 然后来提起这个诉讼 先让我问一下两位女性 这样的男生你们会很不舒服是吧 你是说隔天不联络了 隔天就不好了 感受真的不好 对当然是 我就没礼貌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细节 这是男女的认知不同 第一他们本来就是网路上认识 可能本来就没有太多感情基础 就约出来要去摩铁 可是这个女生 可能我觉得有时候 有些女生他是想取悦这男生 所以第一就是带你去熟门熟路 就是他比较常去的那家类似 那再来就是这个男生不是抱怨说 这个女生在床上公事很凌厉 那因为两个人根本没见过面 以前都是在网上聊天 有时候网上聊天 你也可以假扮存情 好像我是个16岁女孩之类的 我不知道 但是男网友就会觉得 怎么跟我的认知不同 可是女生的也很受伤是觉得说 就是我们已经就聊了这段时间 我也蛮喜欢你 所以我会希望是在床上表现我自己 然后我开心也让你开心 我觉得类似是这样 可是男生的认知会觉得 你应该很多次吧 你应该是常常约网友出来 做这件事吧 所以这男生是吓到了 才封锁他的line 可是女生会觉得你在情感上伤害我 真的 因为我都在床上表现成这样 然后你把我封锁 你当我什么人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认知上的差距 我们如果说不想再跟他有所刮隔 可是那个line不要马上封锁是不是 我觉得封锁是有点太over 你大不了自己读不回 或者是你回他一句说我在忙 慢慢地淡掉就好 因为毕竟他们也才出来见过一次面 就像你刚刚讲 你真的很老手 他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其实你不用太花时间 然后他也会自男而退 如果这个女生这样子还不自男而退 我觉得就有点太说不过去 是 是不应该封锁 因为我觉得封锁就很伤人 对啊 是 都没有解释的机会 就会让女生想很多 你这样反而造成自己很多困扰 已经成功了